一架专机从莫斯科抵达北京 能否在外交上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这就看普京这次的发挥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乘坐着一架专机 从莫斯科抵达了北京 那么根据了解 拉夫罗夫此行除了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外 还会与我国外长进行一场会晤 那么由此来看的话 拉夫罗夫此行的目的或许不仅仅只是为了给我们捧个场 那么根据已知的信息来看 俄罗斯外长这次访华之旅究竟会有哪些目的呢 结合当前的国际局势 以及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这场外交与经济的盛会来看 拉夫罗夫此行至少有三点目的 首先第一点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为一带一路峰会做准备 据统计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 和30多个国际机构确定将参与到这次的一带一路峰会中 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是最受瞩目的一个人 他本人也是率领了一个由外交能源安全等众多领域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 那么这些人怎么安排 到了中国之后要执行一个怎样的流程 这些都是拉夫罗夫需要考虑到的 所以他这次提前过来也相当于是给俄罗斯方面打了一个前站 让后续的工作能够更好的开展 进而打上一场漂亮的外交翻身战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就与西方各国联手 在多个国际舞台上对俄罗斯进行外交孤立 让俄罗斯无法对外界发声 为此一带一路峰会 这个外交舞台对于俄罗斯而言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现在中国已经把这个台子打好了 能否借机打上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就看普京后续的一个表现了 其次随着巴以双方僵持不下 冲突是愈演愈烈 国际社会是普遍担心 这会不会成为第六次中东大战的导火索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俄罗斯作为武昌之一 作为这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国 自然是需要肩负起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任 而中国得益于一带一路的倡议 近年来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也是在不断的增强 也能够出一份力 促使巴以双方走向探犯桌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势必会就巴以冲突 与我国外长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 与中国共同稳定世界的和平局势 最后美国参议院多数派舒默 在前段时间率领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除了会见了王毅外长之外 他还得到了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一个机会 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舒默一行对中美这次的交流 予以了很高的一个评价 直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虽然舒默的访问不会让中美的关系一下子变得融洽 但至少对外界释放了一个缓和的信号 不过面对美国这种主动对中国释放出积极信号的行为 一直同中国交好的俄罗斯自然是会坐不住的 综上所述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次访华的目的并不少 但是具体能取得一个怎样的成果 还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